大姑跟我说了一下 你妈好像是有点什么别的想法 这就是罪难的变数 不瞒你说 一路是我私私公开 我妈到现在还不知道 等她回来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 我说我肯定是帮你 我答应你了 那就好了 只要是我妈回来以后不反悔 只要是这房子事没有变数 只要是这房主实至名归了 我立马签字 好不好 你是怕我撤梯子不帮你 这不能够啊 老叔 有你这句话 我这心也算落了地了 我啊 肯定是拼死帮着你 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这边 你老叔我说话说说 你呢 把字里头一签上 老叔一路就不找你麻烦 我这话已经说得很清楚 事成之后 立马签字 绝不反悔 跟你妈有一拼啊 够狠 这什么呀 再喝一杯 别搭别搭了 我赶紧走 别 还有俩菜子 不是 说好了啊 事成之后 一定给我牵上啊 真得意 走 行了 真不吃了 不是吧 不是吧 真不吃了 行 老伯那不送了啊 好嘞好嘞 走 走了 老师你这干嘛要走啊 我这还有事呢 你给我这刚做好 不是不是 下回吧 好嘞 我先你慢走啊 说话 四成 快来了 大姑早就说你来了 别介意啊 哎呀 不会的 四成来了 我们正等着你吧 快去看见 我这刚煮的面 等我干嘛呀 叫你来吃面呢 你怎么不让曙光来吃啊 你俩不是一头了吗 要你这可真是冤枉我了 我什么时候跟曙光一头了 曙光是我亲侄子 你们仨是我亲侄女 都是亲的呀 我怎么能干那事啊 我干都干了 看你还解释什么呀 我可是一碗水端平了 你要说我真帮着谁的话 那我就帮着你爸 我的亲弟弟巧守成啊 别人让我谁也不帮 行了行了 我不想听了 烦死了 可别再说我欺负您姐撒 哪能那样啊 你说我能欺负您 有谁比我更疼你啊 行了 大伯别说了 你明白就行 来 吃面 快点 来 快吃 吃吧 谢谢 自嘎嘎 思诚 思诚 你好像又年轻多了啊 看着越来越漂亮了 气色也好 好什么好啊 烦心事那么多 我都老了 你条件这么好 哪有什么烦心事啊 多着呢 我都懒得说 对了 那个大姑早就跟我说了 说让我帮你找工作那事 我呀帮你问了几劲 可是呢没有什么合适的 你别着急 我再帮你找找 最好找一个那个 工资多一点 又不很累的那种 又你长得那么费心 我什么活都能干 吃个活就行 那也得找个合适的呀 快吃两口 牛威 思琴来了 有日子不降啊 来 飞风哥 你回来了 坐着啊 我下面一趟 你今儿都没有空啊 最近怎么样啊 你什么意思 打算在这儿常住是吧 我也是没办法 现在是凑合两天吧 你说我招谁惹谁了 这全天下的倒霉事 全让我给赶上了 你嫂子也走了 你知道吗 算了吧 你打什么算盘 我也不是不知道 干嘛说话呢 我真是走投无路了 什么走投无路啊你 你那点心眼 你不是就想 占大姑的房子吗 你老婆什么事都没有 谁呢 我跟你说啊 你这说话得负责任 我的事明明白白的 大家都知道 说话得有证据 这还需要证据啊 啊 大姑 我跟你说啊 你可马上把那房本藏好了 不管某些人说得天花乱坠 你也不能给拿出来 知道吗 思辰啊 思辰哪 俊风是你哥呀 怎么这么说话呀 怎么说话呀 反正我提醒你了啊 到时候啊 有你哭的时候 我现在是罗难了 你也不能这么记得我吧 这太不应该了 哎 我就不明白 我哪招着你呢 你这么恨我 你在我面前出现 就算是招着我了 哎 妈 你你你你听听你听听 这这 都是你们惯的 思辰哪 你不能怎么误会我 哎 你这么一说 我都抑郁了 哎 哎 妈 我就先不吃了啊 还有点事先出去了啊 哎 思辰慢慢出啊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 说话嘴上流点得呀 大姑 我可跟你说真的啊 你不能再让他给骗了 到时候 别把我别提醒你啊 你放心吧 我心里头有谱 哎 俊风哥呢 他有事先走了 死了 你吃你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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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你的吧 我吃你了 我吃你了 你吃你的吧 我吃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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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吃了呢 赶紧去拿 你拿点两个 真的啊 真的 我前面给你喝一次 我吃你了 我吃你了 我妈 哎 哎呀对 鸡定盒房产证 鸡定盒房产证 怎么样 没好事吧 怎么有什么好事呢 你怎么还喝呀 我就再喝一下 这两天都快把我给累死了 你干吗了累成这样 我心里累了 看不出来呀 这能吃能喝晚上睡得还跟死猪一样 这要不如说明什么呀 朱铭你没心没肺 好 我知道你比我还累 咱们这个家全都指着你了 来媳妇 这杯我敬 敬你料事如身 一切尽在掌握 快 别走你干嘛去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听我说呀 要不是每次你都能提前把事情预料到呢 我还真有点应付不住 我一定得敬你这杯 我这夸你呢你给点反应行吗 我不稀罕 媳妇 你说平常我这CPU也够 我怎么一倒房子这事儿 我就老内存不足犯迷糊呢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样 世事都想得这么重要啊 你想知道为什么呀 因为你从来不看电视剧 看电视剧 你看看 这都是春花带来的 我给你挑了一些 你看这都最好的 你看这都最好的 大姑 你这什么东西 这尼容的这东西起净面 难看死了 行了行了 你收起来吧 我不要 怎么难看呢 这么好看的秋衣秋裤多好啊 还有这个尼龙 你又不是没穿过 你记得吗 小时候我给你买过一双 红的尼龙丝吗 把你高兴的 晚上睡觉都不脱下来 行了 大姑 那都什么年代的事了 别提了啊 我不要啊 您拿回去吧 你不是有几间铺面吗 那儿不也能卖衣服吗 你把这些都拿了些 让他们帮着给卖了 家里头还有好些呢 还多着呢 都是春花拿来的 他们厂子倒闭了 拿这些给他们顶工资的 是吗 这东西我可卖不了啊 你没卖 你怎么知道卖不了啊 行了 大姑 那这样吧 这些还有家里那些 一共多少钱呢 我给你 我买了行吗 那哪行啊 都卖给你啊 我还不了解你 你准把这些拿去都扔了 那不都造成东西啊 我还拿去扔了 我拿都不拿 我就百钱直接给你 这些东西啊 您怎么拿回去 行吗 你看看 让我说准了吧 算了 我不指着你了 哎呀 真是 大姑 什么事啊 来喝点茶 喝点茶 说吧大姑 什么事 你还真生大姑的气了 我还不该生气吗 你要真怪啊 你就怪我 别怪你爸 你爸这一辈子可不容易啊 吃了多少苦啊 他还不是为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呀 行了大姑 我们也没怪我爸呀 哎 既然不怪你爸呀 那也就别怪曙光了 遗嘱既然是你爸立的 那跟曙光没关系啊 行了大姑 我知道了 您今天来 是来给曙光当说客的吧 思辰啊 大姑啊 不是向着曙光 我是帮礼不帮人 是吧 既然你爸立了遗嘱了呢 那就都得照办 谁反对也不行 再说了 你爸把老宅都给了曙光了 是吧 他有他的道理 他是指望着曙光将来能够顶门利户 是吧 传宗接代呢 啊 那曙光肩上的担子呢 也不轻啊 我知道你心里的不痛快 可你们也姓乔啊 那也得为老乔家出把力不是 啊 你现在呀年纪还轻 这些老理啊 你都不懂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嗯 什么老理啊 就是封建传统思想 我年纪也大了 我也没有别的愿望 我就盼着呢 你们都好起来 这家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啊 这么一来呀 咱们老乔家呢 就又能兴旺起来了 哎呀 我就想我小的时候 那会家里头 一到过年过节呀 哎呀一摆呀 就是好几桌的席呀 那大人孩子都坐在一块 那多热呢 就那样的日子呀 哪怕再让我过上一天 我死我都闭眼了 嗯 封建传统大家庭 也未见得好啊 你没经历过 你哪知道啊 行了吧 您啰啰啰嗦的这一大套 您就是想让我吃哑巴亏呗 吃了亏还不能演演呗 我告诉您啊 没门 哎呀 你说你啊 租着几间铺面 还开着个车行 又雇着个保姆给你做饭吃 你缺那套房啊 你还争什么呀 啊 哎呀 等郭宝银回来了啊 别跟他闹了 好不好 不好 这是两码事 这是跟缺不缺那套房 没什么关系 嗯 瞧吧郭宝银 我绝对不会让他消停的 我不闹他个人羊马翻 我不姓乔 你怎么说什么都不听呢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你今天这么恨郭宝银哪 那都是我造的孽 你知道吧 行了吧 行了大伯 您造什么孽了 哎呀 郭宝银哪 压根就没说不要 您想都没想过 是我 我不是太喜欢你了吗 我想让你给我当女儿啊 我就 我就才编了那些瞎话 哎呀 你今天恨郭宝银哪 都是大姑当年种下的根 啊 我现在想起来 我还后悔呢 行了大姑 别说了行吗 我以前不承认呢 我是觉得我 我这面子上不过不去嘛 今天我说句公道话 啊 这郭宝银对你们姐仨呀 真是不错 啊 就这样的后妈呀 那打登登了都找不着啊 你说这么多年了 她跟着你爸 把你们几个孩子拉持大 她也不容易啊 你说现在她年纪也大了 身体又不好 就别再跟她闹了 好不好 啊 别说啦 啊 都说了 那你就在想吃吧 你听到一点想吃吧 《湯》 是你的 就好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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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大姑那你多费心了 大姑跟乔思辰谈过了 效果好像还不错 估计啊 也就是缓解一下 怕是大姑也说服不了乔思辰 那怎么办 没招了 不过也没关系 现在最关键的是大姐和三姐 只要摆平他们两个 剩下一个乔思辰啊 那也不不为话 你做梦的吧 摆平大姐跟三姐 别登天海难 我跟你说 你要是当老师去 那学生都得往南墙上撞 我可没抓 本来也没指望你啊 哪里指望你啊 你有什么办法 你撞一下南墙 我就告诉你 我撞一下 哪儿呢 南 南墙 哪儿呢 亲家 妈 妈 干嘛呀这是 我跟春花家上农贸市场买个摊去 看看能不能卖点 妈 我看那小区门口物业正发这个什么鸡定盒 您知道这事吗 我不知道 那你还不看看去 我不用那儿玩了 可有用了 图像更清楚 还能收好几百个台 还能点播节目 您想看上了就看上了 那我也不用 我不花那冤枉钱 免费的 白送的 免费的呀 那我得看看去 行快走吧 去晚了就没摊位了 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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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子 我帮你啊 行了 快点吧 走 我帮你 我帮你妹子 来 我来 走啊 慢点啊 哎 放车上吧 你坐上吧 我坐了 走 没多远 走 没多远 推天还挺好 真的 真的 我看这一块儿就是 是吧 这不是什么大料房啊 是吧 哈哈 好 这还守着一车站 行 人挺多啊 咱就站 走 我告诉你啊 你把这儿好 我看这块儿就行 你把单子铺在这儿好 我进去看看去 没准 跟管理员说说 这个摊费就不收了 行 你去吧 哎 好 秋一秋裤 清肠特甩 哎 陪一卖了 看一看啊 哎 买袜子吗 来看看袜子吧 还有秋一秋裤啊 再看看呗 怎么样啊 卖了几件了 一件都没卖出去 城里人不喜欢这些衣服 哎呀 没关系 这刚多一会儿啊 大妹妹 买菜来了 十嫂啊 你就是 我帮我干女儿啊 卖点这衣裳 你看看 十嫂 现在都穿纯棉的了 谁还穿着青轮的 那倒是 不过这衣服便宜了 便宜啊 十几块钱就一身啊 现在也不好买了 可能是啊 我们也就这点货 卖完了就没了 哦 买趟回去试试穿着 买趟 算了师长 我就不要了 因为我买了也没时间穿 没关系 不买没关系的 那您忙 哎哎 慢走啊 哎 处理了 甩卖了啊 十六块钱一放 十六块钱一放 一套 看一看卖了 这秋库怎么卖啊 十六块钱一身 啊 袜子一块五 嗯 那是纯棉子的 哈哈 能便宜点 又不贵了 给您便宜一块 啊 十年还不错 要这这板件了 哎 哎 十六块五 啊 您拿回去穿去吧 保证结实 哎 哈哈 好 好 好 慢走啊 哎 哎 你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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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收起来啊 哎哎 哎 等等 哎大军有什么事吗 我这两件医生啊 医生送你们一件 哎不要不要不要 那咋合适 不要钱 我送你们的 为什么呀 我就想求你们点事啊 能不能把我们呀 带到你们工地去啊 啊 您的意思就是说 上工地去卖一下 对了行 好 等我一会儿啊 啊 行了 哎呀 快 不是 不是 快点 收起来 上工地卖 把那包给我 啊 啊 啊 猜他 然后你穿这就长 给带人看看吧 十五块钱一早 十五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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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钱 钱 拿着拿 还这个 给老婆 买一身 好好好 好好好 看你太乱了 真好啊 下来这儿有什么外衣服的呢 您那近点 我这儿是这儿的工头 下来有什么事您去找我 我就得帮您这忙 谢谢你啊 给我 好 好 再见 一抖了 收 走 哈哈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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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快快谢谢快谢谢 这东西都买了 都买完了 你给我买了 还是干妈有办法带我去了工地 那工人特别喜欢全都抢光了 还有人没买上呢明天我再去 我就说 我就说嘛 也就那地儿能买你们东西 这 妈 那鸡地盒子事怎么着了 问了 免费的 那快去呀 今儿来不及了明儿一早我就去 俊芳哥你饿了吧 我做饭去了 不饿不饿啊 刚才自己弄了点吃了 那干妈你歇着我做饭去啊 嗯 做点简单的就行了啊 你知道啦 嗯 那这么着吧 您您喝点水 好吧 我也先回屋了啊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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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吃饭了 春花啊 你来 这钱我帮你点好了 这钱我帮你点好了 一共是五百三十五 你收着吧 你帮我收着吧 反正我也没地方放 那也行 鬼都卖完了 一块都给你 好 干妈快吃饭吧 这就是 俊芳哥 是什么 吃饭了 尝尝呢 一会儿就收饭啊 哦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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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stee 焊来 赶紧吃饭 来了 这儿 妈 老老什么时候回来呀 不知道 可能 就是一两天吧 你打个电话给舅舅问问呗 不问得着吗 妈 房子的事 你打算怎么和姥姥说呀 你别管 大人的事小孩别掺和啊 那房子本来说好就是我的呀 怎么成了我瞎掺和了 那房子怎么就成你的了 妈 咱们之间不都说好了的吗 我们可不能说话不算数 回家来看看你 你给我听好了 这件事房子的事 你别管啊 你要在我面前再瞎嘚嘚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知道吗 赶紧 吃 电话你不接呀 不接 你有电话 妈 妈 你 你有电话 妈 你是舅舅呀 你有电话 喂 舅舅呀 我妈在我旁边呢 舅舅 我听你不说了吗怎么了 喂 姐 你下午抽红出来一趟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聊什么呀 姐你别这样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可是我心里也不好受 你把三姐也叫 咱一块坐坐行吗 下午我找定 定了给你打电话 哎 怎么了妈 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呀你 你瞎起什么哄你 我告诉你啊 赶紧吃饭 上学去 这么烦人哪你 气死我你 妈 我自己休息了 我给你看那里边先 你自己一个人成吗 放心吧 我认识路 那好 我正好去顶鸡顶盒去 好 走啊 路上小心点啊 路上小心点啊 早去早回啊 好 走啊 走啊 行不行 走啊 我出去走啊 哎你怎么不吃早饭呢 行不吃了不吃了 快 走啊 不说嚯一说 全部会出着 wh who you 好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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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